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如果他不起来他的家庭不会变的 他仍然都是旧那个 仍然都是躺平那个 但是今天我们需要起来的时候给此鼓励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 其实我看回原来都讲了很多地方是讲起来的 第一个就是讲浪子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 浪子的故事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 小儿子就是要分身家 分了之后就洗光洗净了 就是投靠无门了 去了喂猪 他就突然想起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这样 我爸爸有很多钱 搞成这样 圣经就形容他说 他只是想着 我要起来 想着一大论之后 说了想着一番台词 将会准备去见爸爸的时候 他就有行动了 于是起来 一起讲于是起来 起来就带来一个改变 原来他爸爸一路日日在门口等着他回来 是吗 回来看见这个儿子还不嫌弃他 他全身臭 抱着他的石子 给他戒指 给他衣服 给他衣服 给他鞋 给他一个士子的身份 是吗 如果这个儿子 他不起来的时候 会怎样 就是继续吃猪烧 继续过去的生活 不会有改变的 所以起来是否很重要 第二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就是 在马福音那里 就讲到一个坦的人 坦了他人坦子 是吧 耶稣就在那里讲道 因为人太多了 他有几个朋友带他来 打算给耶稣医治 因为耶稣在那时候 行了很多神迹 为人祈祷 医病 他就没有办法 因为人太多 故事就讲到 这四个朋友 就连那间屋的屋顶都拆了 钓这个人 这个坦子 下去耶稣的面前 就求耶稣去医他 耶稣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说 你的罪射了 我吩咐你 要你起来 那那个人又怎样 那个坦的人又怎样 起来 就起来 如果你想想那个坦子 行不行 耶稣你行不行 你跟那个人就行 跟我未必可以 我坦了很久 如果他一有怀疑的时候 会不会有神迹发生 不会 所以他就相信 耶稣叫他 起来的时候 他就立不起来 坦了的人都可以起来 你看到旁边的人 坦了的人都可以起来 今天我们是不是坦了 不是 是吗 我们个个都有手有脚的时候 我们会懂得回应神 是吗 所以今天 你跟我需要 给一支鼓励 神的华宇宙是我们的鼓励 是吗 有时候我们都会的 为什么我们会 起不了身呢 为什么会躺平呢 为什么 没有力 是不是 害怕 所以 在《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 第六到第七节 保罗就写了一封信 给他这个熟灵的儿子 提摩太 鼓励他 我稍后再讲一讲背景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圣经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六到七节 好 找到我们一起读 预备起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值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旺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人爱 紧守的心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保罗其实在他的宣教旅程里面 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叫路斯德 就遇到一个年轻人 这个叫提摩太 带了他去信主 后来他们两个的关系 就变成了什么 宿灵的父亲 和儿子 保罗就一直不断的栽培他 成为了教会的领袖 后期更加猜派他去牧养 一个很大的教会 就是以忽所的教会 之后呢 保罗因为他再次被捉了 而且还坐牢 他在牢里面就写了一封信 给提摩太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在世上的日志不多 将要离世的 而提摩太很特别 如果一个人 如果你读圣经 有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内向 和害羞的人 有时想起来都挺像我 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去带教会 你想想这个性格的人 会是怎样的 会面对很多困难 是否同意 而且当时在以忽所教会 里面有很多 我们叫做知心人员 知不知道什么叫知心人员 信主信了很久的那些 那他对这个年轻的领袖 会怎样的 会有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评价 那你想想 令到提摩太 他会有怎样想呢 他会不会很轻易地 做到这个领袖的角色 一点都不容易 是吧 所以你想想 他会不会曾经想过 有挣扎过 都是不要搞我了 找个第二个做吧 是吧 很想放弃呢 我相信一定会有 是吧 所以 他的属灵父亲 就写了封信 鼓励提摩太 你要持守这份 服侍主的热情 所以 他要更加明白一个真理 就是 刚才那个第七节 那里 第七节 是什么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什么 胆怯的心 乃是 刚强 人爱 紧守的心 不是一个胆怯的心 是一个什么的心 刚强 人爱 紧守的心 Amen 因为他知道 提摩太会害怕 怎样去面对 属灵的父亲坐牢了 不能够出来在他身边 帮助他 所以人会胆怯的 你有没有试过害怕 有没有试过害怕 有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四十六节 他说 你们不要心惊胆怯 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懼怕 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 哪年也有风声传来 境内有强暴的事 官长攻击官长 原来这里的背景 耶利米书那里 是讲到当时神 其实很想为 他的百姓 以色列人去申冤 因为当时已经被巴比伦 所控制 神就透过北方的波斯 来刑罚巴比伦 巴比伦是代表当时一个 熟世的系统 物质 一个享乐 充满了强暴 腐败 叛逆 是一个这样的世代 而当时周边很多国家都依附了 打算依靠这个 因为他们的势力强大 巴比伦 依附他 但是以色列人就开始听到 咦 这些东西 传来 哇 很紧张 气氛 好像现在 听到中东 大家就会很紧张 哇 不知道每日传来的消息 究竟是什么会发生呢 就等于好像我们 在新冠期间 每日看新闻 数字是不断的出来的时候 你的人体都会怎样 哇 很多东西想的 人想的会不会正面的 通常都是想负面的 所以 其实是的 你越想就会越害怕的 原来胆怯 很多时候是来自我们里面那种恐惧 忧虑 甚至有些人会抑郁 一些负面的情绪 懼怕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环境的时候 越想就越害怕 我记得我 初初信了主 不久在Hugo 长老家里加聚 一年左右 他就说 你去你家里 家里开加聚 哇 那时候很开心 但是又不是很捨得 救那帮人 于是 好了 这是一个 服侍的机会 好得做 那就去我家 谁知道 聚了几次之后 越来越少人 为什么 到八点 到处处 那种聚会 仍然只有我和太太两个 你眼望我眼的 怎么办 打电话 这个又没有空来 那个又不来 怎么办 然后太太就开始说 她说 不如回到Hugo 家里最好一点 是吧 个个都是这样想 没有人来 然后突然不知道 为什么 那种莫名的信心 突然来了 哈利路亚 我说 Hugo长老说过 有圣父 圣子 圣灵陪着你们 加上你们两个 有多少个人 五个 五个就可以一个加聚 是不是 他又没有声 因为我说 结果 多了一个人 最后 如是者 就服侍了主 大令家 做了三十多年 感谢主 所以原来恐惧 是来自我们里面那种 胆怯 是来自我们的恐惧 和忧虑 和一些负面的东西 今天 你要查一下自己里面 有没有这些东西 如果有的时候 你要好好处理 好吗 因为针言二十四章第十节 他说 你在患难之日 若胆怯 你的力量 就微少 一起读这一段 预备起 你在患难之日 若胆怯 你的力量 就微少 同不同意这句话说 是真的 有时我们 多有信心也好 或者我说到自己 好像没有问题 有信心也好 但到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就会怎样 是一个考验 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 还是真的容易害怕 我最记得 今年 我年四月左右 因为中了新冠 不知道 进医院 照着头痛 不知道什么事 照着脑子 有些积血 有积血 当时 搞了很久 医生去车 最后他都说 你要做手术 我问医生 医生 不做是不行的 他说 最好做 因为你这样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出血 我说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他说 有一个保守的医治方法 大家知道是什么 就是什么都不做 我心里 其实 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更担心 然后再问他 做的手术是怎样的 开四个孔 吸引流的乳血 你听到 就说 好吧 也有机会 好 他说 不是的 有机会流不完 因为他不是吸的 这样 哇 还怕 想想想 怎么办呢 留不完 开脑之后 如果 变成一个植物人又怎样呢 是吧 或者影响个视力又怎样呢 可能说话 语言能力又怎样呢 当时那一刻 你在医院里面 你就会怎样 很多事情想 大家有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 原来那一刻 我才看到 原来自己 什么信心 这么小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不过很感谢主 神的恩典 救我利用 Amen 告诉教授 神的恩典 救你利用 很多弟兄姊妹 那段日子 为我祈祷 很多人 送信息给我 为我祈祷 我心里面 确实有本平安 最后就是 决定那种 保守治疗方法 就是什么都不做 结果呢 就是 去到大概 七月左右 六七月 再回去照的时候 哇 这个保守治疗 真的有效 因为有神不保守 保守治疗方法 去照的时候 他说 那个医生说 没有了 你的血 哈利路呀 将命要龟给主 哈利路呀 原来真的 在患难的时候 才考验不到 我们真正的信心 是什么 长老都是人 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都会有没有信心的时候 但给此鼓励 好吗 当我们已经发觉 我们自己胆怯的时候 是我们里面的忧虑 恐惧 还是一些负面的情绪 是否会核制了我们生命呢 还是因为我们的信心 放在哪里呢 所以耶稣昔日 你记不记得有个故事 就是说耶稣 平静风浪 跟那些门徒坐了一条船 突然间遇到风浪 哇 那些门徒害怕得怎么样 叫醒 夫子 快死了 我们快死了 还睡觉 耶稣昔 跟他们说了这番话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 因为之前 这班人跟了耶稣一段日子 亲眼见过耶稣行过很多神迹 很多人病得医治 鬼被赶出 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 但是来到这一刻 遇到风浪 遇到危难的时候 个个就什么 疼了 怕得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这番话 就是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 原来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挑战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去了哪里呢 为什么会胆怯的呢 为什么会害怕的呢 在圣经里面有一段 我觉得很有意思 帮到我们 能够成为我们很大的鼓励 在《约书亚记》 第一章 第一到九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 这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 好 预备起 耶稣说牧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稣说牧人摩西的帮手 乱的儿子 约书亚说 我的牧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若旦河 往我所要刺及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所习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刺及你们了 从抗野和这利巴链 直到白拉大河 客人的存地 又到大河日落之地处处 都要作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暂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吊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 应许刺及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紧守遵行我僕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那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奏夜思想 好使你紧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 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Amen 神借着这段圣经 鼓励 其实鼓励摩西 鼓励约书亚 同样是鼓励我们的 以色列人过去 第一代以色列人 他们每个都 依赖摩西 摩西是他们的领袖 在这个时刻 写约书亚记的时候 摩西死了 神要带领他们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Amen 一个什么时代 一个开拓的时代 一个延续 神要将他的应许 实践在以色列人 这个民族的身上 Amen 所以 对于约书亚来说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一起讲关键时刻 什么叫关键时刻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一刻如果错过了 历史就改写了 这是一个新的里程 所以若书亚记到第三章 有一句说话 很值得我们留意的 他说 因为这条路 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从来没有人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 下个月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走过 是吗 同样 这帮以色列人也是 当时他们正面对 是神说了 他们要进入应许地 给了一个应许地 但他们未走过 未到 未发生 这个时候是他们要 作一些决定 如何跟随神 所以三件事 第一 他说要起来 一起讲起来 神叫约书 你要起来 因为摩西已经回去了 在神那里 留给你了 你要做 要鼓励他什么 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就是无论你过去多成功 多失败都好 都要放下 这样才能够继续向前走 Amen 如果我们活在过去 可能你很成功 就会自满 可能很失败 你觉得自己很失败 就会什么 很沮丧 很想放弃 不想继续走 第二 过河 一起讲 过河 过河是什么 是为神争战 因为神有应许在前面 就是过了若达河 就进入迦南地 他们很清楚知道 这件事 所以是为神的应许 为未来而争战 而不是为了 维持现状 很多人今天 很多人都是维持现状 我信了主 我也有回教会 维持现状 是不够的 是要过河 为神争战 Amen 为神给我们的应许 是为未来而战的 第三 你是要得地的 一起讲得地 得地 得地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要传福音给人 你要得人 如果你今天 你不影响那些人 你就会被那些人影响你 同不同意 被这个世界影响你 世界不会可怜我们 不会石姑息我们 他会什么 侵蚀我们的生命 今天唯有在主的里面 由被动 要变为主动 Amen 所以他 神就 藉着这个约书亚记里面 就鼓励这个约书亚 告诉他 你要这样做 你要起来 你要过河 你要得地 唯有是这样 你才能够赢的 你才能够面对前面的挑战 和困难 今天你想想 我们这个世代 面对着什么问题 很多家庭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世界局势的问题 有些同志的运动 慢慢慢慢 越走越近 很多国家已经失了手 连台湾也失了手 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 有一日 如果我们不守住这个位置的时候 长老在这里说这些东西 会被人拘捕的 你知道吗 不是说笑的 是真的 所以其实 杀到埋身的了 很多社会上 很多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很多很多这些 都在影响我们 究竟我们是坐在那里被动 等那些东西迈来 还是我们要起来 要过河 要得地呢 这是我们的选择 Amen 但是 神有应许的 在《二塞亚书》第43章第19节 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果你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曠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Amen 神说祂要为我们做一件新事 什么是新的事 新的事就是新的 就是我们未遇过的 就是我们未想过的 未想过去到哪里 你知道吗 这里的义错就是 神借着义错说给我们听 你起不知道吗 你没理由不知道 我们的神是什么 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神 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 他必在旷野里面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 就是那些不可能的 要变成可能 你生命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不可能呢 但今天有好消息告诉你 这些不可能 将会有一天要成为可能 告诉教育的听 你生命里面的不可能 将要成为可能 这个就是神要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做一件新事 阿们 但是我们必须要 有这种的信心 我们要起来 还是坐定 还是躺平 这个疫情 搞得很多人都躺平了 灰心 喪智 软弱 惧怕 或者恐惧里面 但是若书亚记 告诉我们听 他就有这种生命的特质 他回应神 他怎么回应神 不如一起看 有四种生命的特质 第一 分别出来 一起说分别出来 因为神是叫我们 与这个世界不同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虽然我们住在这个世上 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属于谁 我们属于耶稣的 阿们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 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你现在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个约弹河 就是我所赐给以色列人去的地方 神很清楚说的 神从约书亚记说 很清楚说 你要什么 起来 因为这个就是神的计划 所以你看到 其实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 摩西的时代 是一个什么时代 是一个缝奕的时代 充满埋怨 投诉 批评 对吧 都有些像我们现在这些社会的问题 神差摩西去管理这帮百姓 就好像一个爸爸 用神的律法 去教养他们的孩子 去纽正他们的缝奕的行为 期待他们生命可以成长 去到生命记之后 进入去约书亚时代 是一个新的时代 传言不同的 不同是什么 神就叫约书亚成为领袖 带领这帮百姓去争战 去得地为业 是不是很不同 一个很被动 一个是什么 主动的 所以你看到 我们不能够叫摩西 作约书亚时代的带领 同样我们都不能够叫约书亚 做约书亚时代的带领 因为不同的时代 神又揀选不同的领袖 不能否认 约书亚时代 都做了很伟大的事 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记不记得 举这个像红海就为了分开 就出了埃及 但是今天已经进入 若书亚的时代 所以神很清楚 确认了若书亚就是领袖 今天很多时候 这些时代的转变 是需要什么 你要认定一个时代的大的转变的时候 我们自己生命都要配合的 对吧 譬如现在这个环境 新冠疫情之后 很多事的社会都变了 消费模式 很多的工作等等都变了 如果我们还在守着旧那里 我们就没办法能够适应 所以同样在若书亚的时代 那些百姓若书亚自己作为领袖 他必须要改变 Amen 必须要学习什么 成长和承担 一起说 成长 承担 承长和承担 就是要学习 不要再依赖其他人 你去到神的面前 你可以求的 Amen 不要再依赖家长 不要再依赖长老 有些事你都可以做的了 你懂得祈祷的 问一下旁边的人 你懂得祈祷的 你懂得祈祷的 当然我们有很多事学习 可以成长 但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心态 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我们要不要成长 我们要不要学习成长 学习承担 还是我们仍然习惯了 依赖其他人 不要做 习胡长我经常说 不要做十年初信 二十年初信 还是要压片的 熟灵BB 还要喂奶的 今天你要吃干粮的 你要成长的 开始承担的 第二 第二 需要有一种生命的特质 就是你知道主的确认 是给了我们的了 所以若说 他很清楚知道神 选了他成为领袖的时候 他里面有一种 很有趣的 他有一种汉见的 其实这种汉见在他没做的时候 神已经给了 在《文数记》第十四章十六节的时候 记得那时候摩西就派十二个探子 去迦南地 是吧 先淡淡的地方 看看什么环境 谁知道回来的时候 十个就说什么 恶报 哇 不行 那里那些人是巨人 那些城墙又厚 那些地又宽阔 那些人又高大 我们攻不了 我们死定了 但是 唯有两个人 一个加勒 一个就是什么 弱书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看到的是极美之地 告诉隔壁听 极美之地 即是说 他不是看到一个环境 他在灵里面 他看到用信心 看见神的应许 Amen 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困难变成机会 是不是呢 你是不是呢 你是不是有这些体验呢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看为 机会 是经历神的机会 Amen Hallelujah 所以 但是神简选这个 约书下的时候 他有应许给他 不是只是说 你去吧 神就第一章第五节 他说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够 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和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于你同在 我不撇下你 不丢弃你 哇 神讲了 重复又重复 一句 两句说话里面 经常讲就是什么 我跟你在一起的 你不用怕 放胆去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神的简选 简选是很重要的 今天你知不知道 你坐在这里 你信了耶稣 神选了你 Amen 你告诉我 神选了你 简选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神的简选 你靠自己出去 撞板多 但是你有神的简选 你出去做服事 做什么 你发觉不同 有神的同在 Amen 以往在摩西的时代 约书亚就是 我们继续说 他就很漂亮 跟着他 所以有什么 他都一定会 找摩西 今天摩西走了 老大不在 什么都要 自己来 面对的时候 他学会什么 去依靠神 他学会看到 神的应许给他 神简选了他 神确立了 他就是那个领袖 Amen 第三 很重要的 就是刚强壮胆 一起说 刚强壮胆 你刚才读那段圣经 你看到吗 神讲了多少次 刚强壮胆 同学说 很多次 起码三次 第一章 第六到第九节 他说 你当 刚强壮胆 因为 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的 列祖 应许的地方 给他们的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紧手遵行 我伯仁摩西 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去到后面 再一次讲 最后一次 第九节 你当 刚强壮胆 不要懼怕 也不要惊王 Amen 所以 今天 为什么神要 鼓励 这么多次鼓励 约书 可能你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沉气 说三次四次 都是讲 刚强壮胆 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不用努 为什么 因为人会害怕 每一个人 就算约书 也会害怕 摩西 也会害怕 连强遇 一个先知 叫以利亚 在列王记上 记载 他有一个情景 他对着 四百五十个 巴力的先知 结果 华山论剑 就赢了一场 很精彩的仗 结果 打完那场仗之后 这个皇后 耶洗别 就派人来 跟以利亚说 他说 明日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不拿你命 神就罚我 这样 哇 以利亚听到怎么样 突然间 恐惧就进了他里面 然后他又怎么样 走路 有这么远 走这么远 是不是 以利亚这么强 这么威猛 打赢了一场仗 是不是 打下四百五十个 巴力的先知 但是面对 耶洗别 那种威吓的时候 都要逃跑 弟兄姐妹 原来恐惧 会叫我们核眼 恐惧叫我们 看不到 神的应许 Amen Amen 所以什么会见到恐惧 负面的情绪 可能来自我们周围的环境 甚至有时身边的人 可能他不明白 不理解你的时候 潑你冷水 对吧 好像 阿珠妮当时 哎呀 不要了 回去休古都聚会了 对吧 我记得挺好 那时候 只剩下两个人 怎么样 有时人潑你冷水 对吧 去到 撒母意记的时候 桑罗 桑罗皇帝 很威 对吧 但是他面对 哥利亚 他都会害怕 他都会退缩 但是却是 有一个少年人 叫做大卫 Amen 大卫他有一种生命的特质 他就是什么 勇敢无拘 就使得大卫 打赢了 这个巨人哥利亚 Amen 所以今天 我们需要 不断的 鼓励自己 鼓励别人 没有人鼓励你的时候 你要自己 怎么 鼓励自己 告诉教育 没有人鼓励你的时候 自己鼓励自己 因为 弟兄姊妹 不会整天在你身边 领袖 不会整天在你周围 但是 你有圣灵 在你里面 Amen 当你祈祈祷的时候 呼求神的时候 犯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Amen 这个就是 信心 信心的来源 就是神自己 每个人都一定会遇到 很多困难和挑战的 都会同样会遇到 有恐惧 有惧怕 有胆怯的时候的 但是记得 不要容量他 继续控制我们的生命 要拒绝 要用神的说话 宣告出来 Amen 第四 坚持维身 坚持到底 实有东西 生命记 第一章三十八节 其实 在生命记的时候 神就选了 这个 约书亚 要成为 以色列 接触下去 带领他们进入 英雄地 是这个人 所以摩西未死之前 其实神已经 安排了 他成为继承者 去到约书亚记 神再一次 跟他说这件事 由生命记 去到约书亚记 其实经过 一段 很长的时间 你想想 那段时间很长 如果约书亚 他没有坚持的时候 可能他看到 那个环境 摩西又走了 大哥又走了 环境又这样 都不知道 过不过 多条约乱河 他会不会退缩呢 所以约书亚 他就必须坚持 神给他的呼召 和自我的鼓励 行不行 所以今天 你要不要成为 一个刚强的人 你要不要成为 一个起来的人 起来 你愿意回应神吗 今天不只是口讲回应 是你要行动 起来就要行动 起来就要什么 你要立志 你要预备好你自己 Amen 如果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前面的挑战和困难 第二过河 不是只有一个人 你要跟弟兄姐妹 好像当时约书 神鼓励约书 你要跟众百姓 一起过河 Amen 要同心同行 就能够跨越 一切的困难挑战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但是一帮人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需要弟兄姐妹的 是不是 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 告诉大家 我很需要你的 我很需要你的鼓励的 我很需要你的同行的 我很需要你的支持的 弟兄姐妹 特别是领袖的 领袖需要弟兄姐妹的支持的 要不然 做领袖就是无兵司令的 没有人跟的 第三 你要得地 得地就是进入应去之地 就是你要不要为神 去得着那些灵魂 今天我们不影响身边的人 有一天 他们会影响我们 Amen 所以是一个关键的事 我请敬拜队 好吗 请敬拜队 为我们预备一首歌 来回应 一起用一个行动 起来 起来 我们一起起来 起来去回应神